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一位网友上传了AB6成员Kim Dong-yeon 在街上与一位女性肢体接触的照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被拍到的影片 因为该影片中的男性服装 与Kim Dong-yeon粉丝见面会结束后的服装一样 所以就有网友们认为她就是Kim Dong-yeon 但是也因为只有拍到背影 所以网友们就丑成一片 到底是不是Kim Dong-yeon 但是没过多久 AB6的所属公司就对媒体表示 照片中的女性不是Kim Dong-yeon的女朋友 只是家乡朋友 当天与五六名朋友们一起聚餐后 帮其中一位朋友交继承车等送信而已 真的不是谈恋爱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直接无事就好了 为什么要一一对应 都没拍到正面为什么要认了呢 所属公司这什么对应 本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跟女性朋友这样的话不就更奇怪吗 还不如什么都不解释 如果家乡是好莱坞的话 我就相信 本来只有一部分人知道 这烂公司既然自己在宣传 都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艺人吗 对于AB6所属公司的对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庞谈所有的2x2的所属公司 Big Hit Music 将从6月6号到9月18号 举行全球争选赛 6月6号 Big Hit的公布将会举行 线上线下全球争选赛 只要是2002年以后出生的男生 不管国籍居住地都可以参加 然后要注意的是 线下现场争选赛 不是采用报名的方式 而是当天直接来到现场就可以参加了 6月25号洛杉矶 7月2号多伦多 7月16号悉尼 7月30号曼谷 8月16号台北 9月3号东京 9月18号收尔 当然行程会根据疫情等情况 变更或取向 然后如果是当天 无法来到现场参加争选的人 也可以在线上报名 只要在唱歌说唱 舞蹈 音乐制作 其他能够展现歌手潜力的任何资料中 选择有自信的项目后 在9月18号之前 线上报名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 只要是正常的经纪公司 绝对不会在这里培训几个月 就有机会当XX公司的练习生 出多少费用 就可以出单去等为理由 跟你收取任何的费用 而且在海外也很难遇到 大型经纪公司的心探 或者是这种争选赛 所以有K-pop idol梦想的人 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就算没能通过 也有机会听到 P-HIT心探 制作人等的反馈 对自己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还是那句话 如果在看到这个影片后 去应征 几年后成功出道的话 等到拍团练的时候 别忘了提一下 Thank you 在这里献住各位应征的人 都能有好成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宇杰萨的美谈 昨天一位网友在论坛 上传了这样的贴文 因为心脏疾病很久无法工作 我朋友的经济状况不太好 手术费总共是8800万 扣除健康保险支付的7300万 仍需自行负担1500万 幸好医院有针对 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的支援系统 朋友拿到一位捐款人的捐款 缴纳了所有费用 而因为医院只会告知 收到帮助的人捐款人姓名 没想到那位捐款人是宇杰层 因为不敢相信 所以就问了护理师 护理师回复 宇杰层默默的捐款很多 没想到连朋友也获得了帮助 虽然觉得宇杰层不太会喜欢 在网上上传这种内容 但是还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 真的很伟大 赚得多也很难这样捐款的 真的是善得影响力之手 最希望平常能走花路的艺人 老天因为太忙 所以就派了刘大神下来 刘大神什么事业都不做 也不会去投资房产什么的 捐款还是第一 真的很帅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不准 我自己都